台灣人誤會了 每次我說我是客家人的時候 台灣人都會說 蛤?馬來西亞怎麼可能會有客家人啊? 馬來西亞好多好感人的迪馬喔 雖然都是客家人 但是兩邊國家講的客家好像不太一樣 謝謝 看著誰 多恰 帥哥 死我給誰啊 兩載 糟糕 開車 敗台勒 四伯 昨天 臭婆娘 他們娘 哇 非常有趣 經過我在台灣的七年的觀察呢 我發現到台灣政府其實非常用力的在推台灣的客家文化 但年輕人卻不比馬來西亞的年輕人客家話講的還厲害 蛤?蛤?蛤? 我講這句話是不是會得救很多台灣的客家人啊? 嘖 NO 我沒有那個意思 台灣跟馬來西亞兩個國家的客家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 但是馬來西亞跟台灣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年輕人馬來西亞比較多會講客家話 我的觀察 我的觀察而已啊 如果你有任何的反駁了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一下 OK 所以今天呢我就請來台灣的年輕客家人 尹正 來跟我們一起聊一下兩國客家話的交流 好 大家好 我是西西娃 今天有一個特別來賓 嗨大家好 我是尹正 尹正豆漿 尹正豆漿 台灣 那你在台灣這麼久以來你有知道原來馬來西亞是有客家人的嗎? 欸我跟你說這件事情我算是蠻早之前就知道了 但是我知道的時候其實有一點 shock 因為我之前高中的時候有參加過親訪團的活動 然後我那個時候才知道說 喔原來國外也有客家人欸 我超震驚的 台灣人是不是覺得客家人是 喔你in Taiwan 對對對 然後頂多就是統山沟透一般 就是唐山過台灣 可能中國大陸會有一些這樣子 就是頂多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樣子欸 怎麼可能別的地方還會有客家人 對 而且我那時候也想說 喔馬來西亞可能應該都不太會講 或是就是沒有了 結果 好多意思 搞笑啊 不要開玩笑啊 唉唷 但我必須說馬來西亞的年輕人講客家話的比例 跟客家生活的比例真的比台灣人高很多 我其實不敢講客家生活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客家生活是什麼 台灣很常 喔這個是客家的東西 這個是客家的東西 買蠻哈 我馬來西亞有什麼樣的是客家的東西 因為你們什麼有一個圖騰 喔這個是客家的 油桐花的那個客家花 你們會講 喔這個就是客家的 可是我覺得那比較像是被大家點出來 我不知道馬來西亞人是不是這樣 但我是這樣子覺得啊 我覺得我知道台灣有客家人 我不會驚訝 雖然一直以來都覺得說 台灣都是講米南語 但是我不會驚訝台灣有客家話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人都有一個認知 就是剛剛講什麼 唐山 唐山溝退伴 欸你沒有聽過這種嗎 我的天啊 我跟你說如果你要打遍客家人的話 台灣的客家人一定要會這一首 就是客家本色啊 就是連不是客家人都會唱欸 唐山溝退伴 沒有半點錢 語婷有聽過這首歌嗎 他怎麼沒有啊 你沒有聽過這首歌 那 你有聽過嗎 欸這個好像有聽過 好 因為馬來西亞人很多認知呢 但是我們大家呢就是幾代以前都是從中國過來的 所以我們都知道是什麼 廣東客家啊 米南啊 福建啊 大陸台灣都有的話不出奇 我們會這樣子覺得啦 對 馬來西亞的客家比例蠻高的 第一高是福建 第二高是客家 我還想我早酷了一下 台灣的客家人大概有 四百五十三萬客家人 然後馬來西亞就一百八十萬個客家人 是高的喔 天啊 那你們有分 比如說客家話裡面有分不同的腔調嗎 因為像台灣就是會有分 四海大平安 就是四縣海陸大普照安大平 我覺得你們台灣已經把這個東西變得很廣泛了 我覺得馬來西亞一定有 只是不知道是什麼 看台灣的客家新聞他們還會標什麼 什麼腔的什麼腔 我爸爸跟媽媽 他們的一些客家話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像是有什麼不一樣的 像我 啊 爸爸媽媽對不起 你跟弟弟有高啊 有什麼差別啊 我叫我叫我來給你 我記得我剛來到台灣的時候 第一次聽到客家話就是捷運站 個人自己發現到是 台灣的客家話比較偏像 有點閩南語的感覺 哪裡在哪裡 空氣 你是講台語對不對 哈哈哈哈 左手香 你講廣東話 哪裡好 哪裡好 哈嘎話 我之前在訪問馬來西亞人的時候 我有一度的對我自己的職業懷疑 因為你知道我們有時候會覺得 你也是客家人 我也是客家人 那你知道那個什麼什麼嗎 就會覺得聊得很熱絡嘛 結果你知道我那時候就問他說 那你會吃什麼嗎 最經典的年齡一定會吃哈嘎草牛 超好吃 然後客人會甚至之前來辦 一個客家小草的比賽 你就知道那客家小草地位有多麼的高 然後我就問那個馬來西亞的朋友 那你們會吃客家小草嗎 冒玩樣的東西 有一次在苗栗要拍攝的時候 我就第一次喝擂茶 我覺得它有點像抹茶汁嘛 那個味道的感覺 天天很好喝 我覺得這個我在馬來西亞印象的擂茶 完全不一樣 你有看過馬來西亞的擂茶嗎 沒有耶 我現在馬上給你看 然後是這樣子有花生有很多菜 顛覆你對擂茶的想像 倒去你的飯裡面 然後跟著他一起吃 這是馬來西亞的客家 好健康喔 結果我看到一個文案 雖然它的證實度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它是說擂茶其實原本是現實 這個我有聽過耶 而是由政府創造出來的逛逛活動文號 但馬來西亞的擂茶是主食耶 它不是飲料耶 它已經不是調整了 它是整個餐是不一樣的東西 我想問一下 你有那你們吃到那些菜是什麼菜 很像那種就是 就是台獨吃 就是喝完感覺就代謝超級好 印象中是苦苦的 所以我小時候好像聞到了 有吃一點點然後就不喜歡吃 所以在馬來西亞很少碰到擂茶 可能你會知道說 它是客家的東西 但是很少推廣這一件事情 那你們會推廣什麼 有有有 永豆腐 我知道 什麼豆腐那個 台灣真的沒有 我跟妳說台灣真的沒有 妳有去過馬來西亞嗎 沒有 我超想覺得 我跟妳說 妳如果喜歡吃內 我跟妳說我超愛馬來西亞的料理 妳一定會愛吃 妳一定會愛 因為很多馬來西亞的料理 都比較偏中口味 所以我自己吃台灣的客家菜 我覺得是比較符合我 就像我那時候 千真子去苗栗我吃板條 是不是很好吃 好吃 因為我愛紅紅蔥 我很愛蔥 香油 紅蔥頭跟香油 紅蔥頭香油 我覺得是就是 下上去的時候什麼都好吃 真的 那妳愛香菜嗎 OK 這我可以 客家人真的有個壞習慣 就太喜歡用客家話講秘密了 像台北很嚴重 台北大家就會覺得說 喔 台北人應該不會講客家話吧 但我有一次喔 就在那個百橋某某百貨公司 然後我就坐在那邊 然後就要等那個排隊進去吃飯 然後就有一個 阿妹 然後他就在跟他的女兒就講說 妳說 生日 阿明暗度 看起來又沒什麼 就跟你有聽聽 咩 麥都暗鬼 吼 我電氣球的 然後我就在旁邊 我就聽到這一整段話 其實台北是有一些地區是客家比例偏高 羅斯福路那一帶 古廷啊 萬隆那一帶也偏多 比例偏高啦 是不是因為 台灣的客家人很常會覺得說 他們都聽不懂客家話 我覺得是耶 然後就會覺得自己好像是魔法師 就是會不會的東西 所以妳就會偷偷的做 然後殊不知 其實現在魔法師的比例變高了 欸我跟妳說客家人真的是超愛用語助詞耶 呦 咳咳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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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衝擊 知道嗎我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聽到朋友講一個東西我是嚇到的 你們會學閩南或客家話 對 大概在國小的時候 我記得我那時候小一就有這樣的課程了 然後他就會讓你去選擇說 欸你要上客家話還是上閩南話還是上原住民母 喔還可以上閩南話 然後那個時候我有蠻多台北的同學 他們不是客家人 但他們都選擇客家話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也太感人了吧 你也太愛客家文化了吧 然後就說那你當初怎麼會想要選就是客家話呢 他就說喔 因為我同學都說學客家話的話 會有起巴也可以起 因為客家老師在他上課的時候 就會準備很多客家的美食 給大家體驗那個客家生活感 我在國小是學客家話 那妳覺得幫助有很大嗎 我覺得就是我有一個語感 跟一個建立 可是日常生活中會不會用 其實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要有個意思說 喔這個是客家話 我是來到台灣之後呢 我是很認真地去分析出 這個是廣東話 這個是客家話 這是馬來文 因為我們很常一句話把它唱在一起 對我們也是啊 我平常在家裡面的生活 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外國呢 你是馬來西亞人 我覺得是耶 我確定 比方說我們今天在吃飯 他就說 欸你幫我咬一下那個咪咪好不好 那咪咪其實就是湯汁的意思 然後我們也不會說 幫我裝一點這個湯汁 我們會說 咬 咬湯汁 咬真的比較像馬來西亞講的方式 真的假的 咬一口飯 不是不是咬一口飯 不是就是咬 對 你是馬來西亞人我確定的 你這樣子講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們馬來西亞人 講的咬原來是客家話 應該是耶 是嗎 那我剛剛問的那個問題呢 是因為 雨晴她有說 她的閩南語不好 她有說她在國小的時候有學 但是學學一下也 也就這樣子而已 對我覺得因為國小學的 我覺得 沒有實際運用在生活當中 有一個 微微不足道的地方 就是我們絕大多數都在教童謠 其實童謠很多東西 是很難被運用在生活當中 比如說你以前學什麼蝴蝶 蝴蝶 生的真沒禮 可是你日常生活當中 有多少時間會講到蝴蝶 這個詞 我的是小豬小豬飛嘟嘟 吃飽酒水呼嚕嚕 這個可能可以唸在生活當中 可能現在有調整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當年就是學非常非常多的童謠 對小朋友當然會唸童謠 可是當實際要被百姓生活的時候 就變得只能當才藝表演 幾個月前 我有很幸運的有趣的那個 錄客家的卡通 配音 馬來西亞來介CCY 和台版幾件聊天呢 就碰面了 太用 好我們加字囉 所以我才有更加了解 台灣的客家圈子在幹嘛之類 然後我就發現其實台灣 是不是蠻會給全台灣人客家的文化 我覺得是耶 就是說以前你可能覺得 它只是一個生活的一個部分 可是文化其實是被提煉出來的 就是我們生活 我們覺得很自在啊 就是這個樣子啊 可是當今天我們有透過學者也好 或是透過專家也好 然後他們就把它挖掘出來才發現說 喔原來這個這麼寶貴 之前聽那個明莉姐 哪一丟碰面了 她也說她之前跟一些客家博士 說那個客家字典 定說客家字就是這個字 這樣的發音 就變得是一個非常正統的一個 可以被傳承下去 我覺得是可以被傳承下去 不然的話像客家我只能為我爸媽 對 但如果假設很不幸運 未來的很多年我爸媽不在了之後 那我就不知道我會問誰了 因為這個公司 這公司就沒有被記錄到 喔我學客家話就是跟我爸媽學的啊 我常常會跟我外婆聊天聊到的時候 然後她就會跟我說一些新的詞彙 然後就發現 喔原來是有這個講法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講 比如說我們賺外快的客家話要怎麼講 那我可能就會直接翻說 喔都穿得會錢啊 可以多賺一點錢啊 然後那天我在跟我外婆聊天的時候 然後就聊到 然後外婆就說 穿外水 就是賺外水 或者是我們講說後悔 我們會講說健康 但是我聽到一個更可愛的講法 叫做犯行 就是心反過來了 就代表是你後悔了 後悔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老祖先的智慧 應該要被保留下來 所以我那時候有跟明莉 有對到一個字 叫做阿妹愛 你聽過嗎 有啊阿妹愛呢 因為阿妹愛是我媽 有時候突然發出來的聲音 阿妹愛 然後她就說 我也是會這樣講 然後她就說 可能時代前 真的是有在講的這個字 然後一直流傳流傳流傳 到其實台灣跟馬來西亞 都通這一句話 所以代表阿妹愛的年齡 應該有點 有點大 有點大 像我剛剛講的 台灣的政府 很推動的在這件事情 馬來西亞應該有很多客家委員 之類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馬來西亞有點小可惜 是客家的這部分 比較難 有很多的預算 因為其實馬來西亞 在這 50 60幾年來呢 都一直在為了 中文 在爭取很多預算 馬來西亞那麼努力的 在爭取什麼 我要再劍多點滑小 我要保留著這個中文 沒有輪到客家化了 但我覺得 我在觀察上呢 又覺得很奇妙 是馬來西亞很多年輕人 還是很自主的在 保留著這個客家的文化 其實我覺得這是很感動的 就是反之其實 台灣應該有要 像你們這樣的精神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 可能馬來西亞 更難得 所以我們更想要 更珍惜 對更珍惜 因為 就像為什麼我之前 這個我可能未來的 是以前講到客家 大家就會覺得很土很熟 馬來西亞人對客家人的 刻板印象是很粗魯很大聲 台灣有好幾年都不能說放言 戒嚴時期 是不是會對於客家的話 蠻煞的 長輩來說 會是一個很大的陰影 可能他們以前覺得 不要說放言 會有一個認知是說 說了有危險 那我不要讓你說 因為你說了 我怕你未來會有危險 對 所以他 你為了 有雉,有雉您 有指數 有雉你有 有雉,有雉 有雉